Hello,大家好,我是冬哥,放飞冬哥 今天是孩子学校的一个叫 Student Showcase,就是学生展示的一个活动 就是展示学生的一些才艺 还有一些学习成果 不过这个活动在我的理解当中 其实就是为了招揽新生用的 对,就是给还没有来的家长 或者有异象的家长看一下学校的影响与成果吧 对,我们艾岁姐姐也吵着要来 我觉得每次他们学生的活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 对,就是招揽新生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 看,原来在学校门口的一个咖啡摊 今天也开到学校里面来了 这个咖啡摊很有意思的 每天早上我们送完孩子 就会有不少家长在这里买咖啡喝 看,这上面 Student Showcase 不过今天我们已经来晚了 我们起来就11点了 每次学校搞这种活动 就会各种各样的机构过来摆摊 当然这里还有学校自己老师的摊位 这个是学校的课后课 孩子做的各种手工 这个课后课就是每天孩子3点40放学以后开始的 一直上到4点半 这是高年级的课后课 足球 海拳 这啥呀 checkpoint science的checkpoint 这里还有物理 化学 日语 生物 那种表达技巧 小孩子在玩3D打印笔 还有机器人 哦,这里还有中国文化 好了,学校的下令已经摆摊摆出来了 看,从3岁到10岁 6月26号到7月21号 价格看一下 你看有四周的项目 四个周的项目是25,000泰铢 哦,这是本校的孩子 外校的孩子是26,000块 三周的是 本校22,500泰铢 反正外校的就比本校的贵1,000块钱 一周的看看一周的7,500泰铢 这小学不打啊 看一下小学他们干具体干点啥 从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半到十十四点半两点半下午两点半 分两个五到七岁和八到十岁的 看一看每周的主题啊 探险营 第一周探险营 第二周是工程 小少的工程营 第三周是艺术 第四周是什么 Great Outdoor 户外 看一下课程表 这感觉就跟平时在学校上课一样 哦,后面还有个颁奖 最后一天 哦,星期五那天还到外面去玩 那这有可能去什么水族馆啊 去动物园啊 这种的我估计啊 看 这也是一样的 啊,然后 这些就是 三菱的老师 这就是他们平时的老师 平时学生的老师 那这是IC原来二年级的老师 这些好像是他们图书馆的老师 这他们美术老师 这体育老师好像是 这个也是 啊,这是IC级现在的老师 现在Y3A的老师 这个是他们的也是体育老师 好像 这些老师 这个是 女儿园的 这一天 三到四分 哎呦,这个感觉好像更详细一点 这个是高年级的高中的 他们这个便宜 主题也不一样 11岁到17岁 而且这个要便宜不少 单周的要便宜2000泰铢 看这边是小学部的 这边就是中学部的教学楼 是中学部的看一下 看是车摊了 11a的教室 你看这种教室 11年级就没有 他们小学部的教室 颜色丰富多彩 历史 11a的教室 到高年级这就是不同课程 不同班级 不同教室吧 到高年级的教室就有自己的置物柜 然后上不同课就去往不同教室 我是这么估计的 固定的老师流水的学生 比如说像这种像生物科 到上生物科的时候就来生物科的教室 就是化学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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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鱼 是的 这是你的项目 这是你的项目 这是各种各样 墨尔本大学的 一个证书 这个试验是关于 蜘蛛的混合 首先,这是一个 HCl HCl 上面都是数学英语 去进教室 是数学的教室 今天还有场篮球比赛 看,在这边 篮框在投篮的是 另一个国际学校的孩子 潘雅顿的孩子 你看 潘雅顿这个学校 也是一个蛮 有意思的一个学校 我们叫竹子学校 因为整个学校主体 那个建筑啊 什么的都是用竹子做的 特别纯天然 这个学校 一个学校 中文面子 好了我们今天活动结束了 你看哥哥摊位也车走了 咖啡小摊也马上要走了 估计IC姐跟同学跑了 去玩去了 现在就我跟东嫂两个人回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